各位同心,大家早 早 已經第三天了,快結束了 很辛苦 這個是第一個階段 有上過那個高級班的有沒有 有了齁 我來自台東 這是我的故鄉 三仙台,很漂亮 不過 這個暑假很奇怪 這個暑假是旺季嘛對不對 遊客最多的時候 結果三仙台這座橋 被封起來 我就不懂 這個政府做事情是怎麼搞的 他 他就在暑假的前兩天 就送到新聞 放到新聞那邊播送說 三仙台這次暑假要關閉 要整修 要做一些整修 因為那個欄杆都已經生修了 那一般人的想法是說 為什麼要挑這個時候 不再過年後 淡季的時候去 所以那邊的那個 一些產業就開始叫了 為什麼會這樣子去設計 到現在我還沒有找到那個答案 大家想看看 這就是我們的政府的作為 不過這個地方很漂亮 那我們的祖先 一直到 1895年 應該是講 1911年 我們才淪陷 被大日本帝國 那個我們這個叫做抗日活動 那個李登輝 所以最近 最近掉一台的事情鬧得很厲害 那阿美族那個去 我們那個去東海岸 到大清帝國 的時候 都沒有被 被就是淪陷了 一直到大日本帝國 1911年我們那個地方才淪陷 那原則上現在的所謂的原住民 我們知道的原住民 就是我們講的高砂族 事實上他們 接受文明 不到一百年 一百年以前 還是 還會出草 那個人頭看到 就是我們看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看過那個歷史照片 日本人邀請 當地的頭目是帶著人頭去 去照相 有沒有看過那照片 有齁 對 所以如果以 賽特克巴萊那個電影 有看過嘛對不對 賽特克巴萊 是1930年的事情 現在是2015年 幾年 85年齁 1930 85年對不對 也就是說 1930年就是85年前 那個 高砂族還在 還在獵人頭齁 所以我們接受文明這麼短的時間齁 發現我們的文明程度 竟然比對岸的中國 還更好齁 是不是要給這些高砂族掌聲一下 謝謝 所以 教育可以改變一個民主 也可以 教育也可以毀滅一個民主 我們 我小時候 我這個年紀 大概1970年左右的這些小孩子齁 出生的人齁 我們跟長...我們的長輩對話 全部都有母語 因為我們的...我的爸爸媽媽 叔叔 伯伯他們 不會講中文 那頂...像有... 因為他們有接受日本教育的人齁 他們就必須用日語去交...去溝通 所以那個時候的高砂族是 譬如說阿美族要跟排灣族 溝通 聯絡 要用日語 否則的話會殺來殺去 語言不通的時候就... 你再罵我我就... 就扛過去了 我想這個... 野蠻的那種血腥齁齁 其實離我們...不是很遠啦齁 幾十年 我...可能我的阿公那個年代 就可以看得到那種... 那種非常野蠻的... 這種血腥的畫面齁 就光是這個...最新的這個... 炎柱民族被...被...命名的 就是所謂的撒基沙亞 這個民族是在東海岸 他們的...這個民族被太魯閣主 屠殺到最後剩下一百多個 這個民族差點就被消滅了 留了這一百多個就隱藏在 阿美族的社會裡面 所以被阿美族保護 因為阿美族畢竟在台灣 算是泱泱大族 人口是最多的齁 如果是以目前來講 但是... 可是... 我常常在思考這個問題 我們在討論原住民這個名稱的時候 因為我很多一些... 講閩南語的這個... 朋友 他說他... 我就問他說你們講閩南語 你確定你們的祖先是從中國來的嗎 他說他不確定 我說你要不要回去看看 講閩南語的人不代表... 不是台灣的原來的住民 可能就是因為... 大清帝國在西部 兩百多年 為了北邊、南邊、中部 方便... 方便的行政 所以... 他們的共通語言就是用 所謂的閩南語 這些平埔族 什麼馬卡道族 這些民族 因為要... 他們認為說 接受這個... 這個閩南語 是一種文明的象徵 放棄了自己的語言 所以平埔族就沒語言了 那...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經過這麼久的時間 自己被消滅了 不知道... 不自知了 那... 好在我們比較晚 我們這些所謂的... 過去的生番 真的是用... 祖先用血 用... 用一切 把這個領土把它保住 一直到... 大日本帝國 我們最後跟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用歸順的方式 讓我們去接受 這個成為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我想這個三天的課程 一直圍繞在日暑美戰這個概念裡面 日暑美戰 我想我們的整個準備的材料 也都是跟這個有關係 所以... 不太會跳通到別的那個領域 那... 有重複聽 大家就... 當作是複習 更深入的去了解 那我想這個部分 可能也不是說 我們三兩次有認同感 然後... 就會變成... 你... 你... 你所追求的信仰 我想... 跟律師長所講的一樣 齁... 有的人齁... 接受這個... 這個...訓練齁... 我認為他的有效期限是一個月啦 這個... 如果說你不回去研讀這個... 新台灣論齁... 相關的書籍齁... 一個月後... 你大概就... 就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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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這個對... 這樣的一個忘記 事實上對台灣的這個前途來講 是一種... 很... 很不好的一個後果齁... 好... 漂亮齁... 我的朋友... 從高雄去到我們那邊... 他就用動畫拍了... 好漂亮的這個... 這是... 鏡子的齁... 他從日出拍出來... 很漂亮... 非常的漂亮... 有機會到東部來... 可以去三仙台看一看... 他9月份就開放了齁... 9月份... 好... 熱氣球... 最近我們那邊最夯的齁... 柏朗大道... 一棵樹可以讓全台灣... 焦點都在這裡... 這就是名人效應... 這叫名人效應... 好... 這是時段... 我們... 從馬關條約開始... 一直到舊金山合約... 像台灣就是這兩個條約... 馬關條約開始... 舊金山合約開始... 未定... 地位開始... 不確定齁... 已經... 屬於不確定的那個... 階段齁... 好... 大東亞戰爭... 戰勝... 兩個國家交戰齁... 最後... 定義這個戰爭的一定是... 戰勝的國家啦齁... 那以大日本帝國的... 跟... 被美... 那個對戰的那種... 目的是主要是... 他們把它稱為... 大東亞戰爭... 為什麼叫大東亞戰爭... 大東亞戰爭是... 大日本帝國... 中華民國... 滿洲國... 還有一些... 一些像... 公司提... 消息... 海澀... 尼泰... 西厘... 萊... 挖起了這樣的一個對亞洲地區的這些人 所以你們回去 如果你們有印尼的朋友 馬來西亞的朋友 他們對日本的概念是非常友善的 非常友善的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 我當初在我的刻板印象當中 非常意外的一個結果 經過交談之後我才發現原來 大日本帝國打到印尼的時候 他們也去那邊投資 這些新日本國的稱呼 對台灣的那種統治 或者是在整個東南亞的統治叫做投資 那這個用投資可能比較不會惹惱中國 所以他們用比較中性的語言來去 那聽到這些人對日本反而是這麼友好 那個比較友善的時候 顛覆了我過去的思想 原來我們 我想大家都一樣都收到那種 幾十年的這種錯誤的教育 歷史教育 那昨天我突然間收到我一個同心 賣給我的這個 有關蔣介石的 過氣的真相 真的是很不堪 也就是說他們 就好像九三軍人節有沒有 中國要在他們的領土上面 閱兵 很多人就質疑吧 說欸 這個跟中國共產黨有什麼關係 我想這個有我們的歷史 這個我們都可以 可是 他們認為他們是大國了 他們可以解釋歷史了 所以即便沒有發生這個事情 即便扭曲了歷史 他們也是要盲幹 那事實上 在我看來 這個這樣 俄羅斯也好 中國也好 我想他們已經 我認為是形同陌路了 就是說 為什麼要這麼說 是因為 媒體說 那個 中國這一次 夜兵要把 最重要的 最現代化的這個武器 秀出來 這個秀肌肉 我們講秀肌肉 國際間講 強調的是拳頭 比拳頭 那 這一次中國要秀肌肉 說 我們有一些武器是 連美國都會怕的 那我稍微了解了一下 大概 應該他們會秀那個 東風41型的那個導彈 那這個導彈有那個 那個 陸基型的 跟那種 鐵道 或者是這個 貨車 貨車去把它 載運的 所以 當然這個 而且它這個 東風41型 它裡面可以帶 10個彈筒 也就是盒子彈筒 椎體 那當然 秀肌肉的目的是什麼 我想這個 我們應該要去思考 為什麼要秀肌肉 我剛剛講的 然後形同末路 就是說 他們已經 因為他們的空軍 他們的飛機 雖然引進了 俄羅斯的 蘇凱35 事實上蘇凱35 比起一些 中小型的國家 它是非常厲害的 但是你面對 美國這種國家 日本這種國家 就 不見得了 因為畢竟 蘇凱35還稱不上 屬於 它頂多是屬於 四代的這個戰機 不像美國的F22 它是五代的戰機 四代跟五代 是有一個戰機的這個 標準是有一定的 一定的那個 那個 範圍 好 講到這裡太快了 過去的 歐洲 來到亞洲 執行 那個什麼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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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於 在那個時候 所以 因為台灣 是後來接受 這種帝國主義 那在過去 一百年前都是帝國主義 沒有 不像現在美國那種 獨立出來的這種國家 後來現在獨立了一堆 將近兩百多個國家來 那個時候大概都是 什麼 什麼王國 什麼帝國 什麼帝國 大英帝國 日本帝國 西班牙王國 所以在歐洲還有很多王族 我們 在亞洲來講 什麼是王族 我們也搞不清楚 我們沒有辦法 摸不著邊際 好 他們發現了 亞洲有很多的資源 要來亞洲這個地方 來去取得 所以 因此 被殖民的地方 尤其是像那個 馬六甲海峽 那個區域 印尼跟馬來西亞 就變成歐洲這些國家 最想要去的地方 因為那個地方可以 是從 中東這種石油國家 運輸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道路 那個 那個 航道 所以 那時候的白人 因為是歐洲國家 歐美國家 所以 他們有 極 有極高的文化優越感 他們說來亞洲 他說 我們亞洲叫 落後地區的人民 就是未開發的國家 那還不算國家 那時候 那算是一個 也算是有亡國的那個型態 他們認為這是一個崇高的使命 跟責任 白人所 付出的責任 不是佔領 而是托管 托管的意思叫做白人的負擔 白人的負擔 照理講我們 如果說 當初在1945年 是美國來佔領我們的話 結果絕對不會像這樣 不會像現在這個景色 美國人絕對不會 要去產我們的財產 去產我們祖先 留給我們的土地 好 當時的大英國寫 建立 他曾經 建立世界最大的殖民帝國 全盛時期世界四分之一的土地 都是他們英國私利範圍內 好 這邊就是他們 整個簡單的列表 葡萄牙 荷蘭 西班牙 這都是歐洲的國家 英國最多對不對 你看 就是這麼多 馬來西亞 連中國有些部分 也都在他們的 也 不是一大部分也是他們 英國 來這邊殖民的地方 好 反對歐美國家 所以大日本帝國發動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 大戰爭 主要的目的是 要解放 這個殖民 歐美的國家 我們去殖民的一個國家 所以在1938年開始 中立大臣 第二次聲明 號召建立大東亞新持續 日滿中商國相互提攜 建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關係 所以大日本帝國 東亞東南亞 共存共榮的新持續為目標 那時候的大日本帝國就 發起了這樣的一個 對亞洲 就是去殖民的一個運動 好 當時 我們來看看當時 大東亞共榮簽 日本本國以滿洲國 中國 汪精衛的政權 那時候汪精衛的政權 是日本所承認的 可是現在的汪精衛的政權 被中華民國 講得很不堪 為什麼講很不堪 是因為汪精衛 他們罵他是 日本的走狗 這個所謂的這個 事實上 如果今天是大日本帝國 打贏了這場 這場戰 汪精衛就會變成英雄 這就是 這個敗者為寇嘛 對 這就是事實上 有時候很多事 很多的真相 在戰爭這個過程當中 永遠都是戰勝的這個國家 來去定義 他是英雄還是狗熊 好 當時 1942年有沒有 他們從1938年 一直到1912年 開始他們要進行了 比較實際的 運作的時候 1943年11月5日 滿洲國 滿洲國的是 張錦慧 中國的是 中華民國 那時候中華民國在汪精衛所上 不是蔣介石 蔣介石是 國民政府 國民黨政府 國民政府 所以 1949年 中華民國 在北京被消滅 中華人民共和國 10月1號 立國了 消滅了中華民國 那時候中華民國 在1949年 連蔣介石都承認 中華民國被滅掉了 所以他就把國民黨軍的那些敗寇 就 逃亡到 流亡到台灣來 逃亡到台灣來 所以 那些有能力 有錢的人 才有辦法 逃亡到台灣來 那些沒有能力的 或者是那些 半路上被抓去當兵的那些人 可以到台灣 那個 那個 幫蔣介石 擋下這些 那 事實上他們 中華民國在1949年 就已經 不存在了 就是 洪秀柱講的 不存在 那 要不是美國 中華民國 永遠不會在 台灣 生出來 就是 消滅 死的人 如果還在復活 叫做什麼 鬼 就叫鬼 所以 那個 這個鬼是誰把他 控制的呢 美國 美國讓他 在台灣復活了 所以 那個 誰敢跟蔣介石 這個大軍法 來跟爭這個 總統的位置 沒有人敢 否則的話 你的下場一定很慘 那一直到1979年 中華民國這個代表不見了 美國 也就是美國承認你 活著 你就是活著 美國承認你 掛了 就沒了 所以中華民國政府 是後來 這個 他從國家變成政府 那中華民國政府 事實上在1979年 依據台灣關係法 寫得很清楚 就已經不見了 因為 我們以前承認 1979年1月1日以前 我們承認的中華民國政府 那以後呢 這叫做什麼 從 從 離開這個領土 就是流亡了啦 所以這個部分 可能大家來研究看看 它到底是什麼政府 所以中華民國政府 還可以喊嗎 我去思考 洪秀柱講的那句話 我覺得 真相 他不小心講出來了 可是我們聽不懂 他說 畢竟中華民國不存在 這是真相 那我們怎麼解讀 大家的人 情感的因素 不願意去接受 現在都是情感啦 不願意接受真相 OK 大東亞共榮圈 以前就這麼大 有沒有 這是他們的 整個日本的影響 大日本帝國的 所影響的區域 就這樣一直到 這個地方澳洲的上面 幾內亞 新幾內亞 幾內亞這個地方 整個這麼大片 整個太平洋島國 有些部分也都是 怎麼樣 大日本帝國 其實 神風特攻隊有沒有聽過 神風特攻隊 達到最後 為什麼要用自殺式的 來去撞船 其實這個是 再簡單的邏輯啦 為什麼 因為這個馬 這個馬六甲這個海峽 這個地方這個渠道有沒有 這個是 整個郵輪的通道 那 日本的郵都 要嘛就從印尼這邊出去 那時候整個南海 被美國封鎖住了 所以導致它的郵輪都 炸沉在這個南海那個地方 那戰還是要打啦 怎麼辦 就跟飛行員講說 我們的郵 只有去的 沒有回來的 你明知道只有去的沒有回來的 你 你不找個 美國軍艦炸一炸 滑得來嗎 我不可能說直接去找 哇 這邊 這邊有美國軍艦 我要去閃美國軍艦 不可能 這樣 所以既然回不來了 乾脆 英雄一點 去找個 美國的那些船艦來去 去自殺式的 去對撞 那是因為那時候油已經打到最後沒有 甚至於連日本最大艘的那個船艦 聽說是被炸成在日本的 那個彭西河港的附近而已 因為船根本出不去 為什麼 沒有怎麼出去 沒有辦法打仗 所以這個也是到最後日本 其實日本事實上並不是輸在 那個啦 當然兩顆岩子彈是關鍵 因為這個是 我認為美國這個叫做 打不過別人去用那個方式啦 為什麼 那個也關係在 兩顆岩子彈 為什麼這麼匆忙的出去 原因是因為 蔣介石 根本打不過大日本帝國 所以 八年抗戰 抗日成功 根本就是謊言一番啦 那個 中華民國什麼滿洲國什麼 根本沒有能力把 打日本 所以 這個中華民國叫做什麼 戰敗的戰勝國 要不是那兩顆岩子彈 美國 甚至於 武器也是美國給的 錢也是美國給的 他只是出人 結果他的錢 美國 你知道那個那時候羅斯福 太庭這個 蔣介石 我不曉得 他裡面有什麼恩怨情仇 我們不知道 但是 為什麼美國願意一直 撥還給他們 我就不懂了 我們心裡知道就好了 以上不方便公開 對 搞到那個財政部長受不了了 就跟羅斯福總統講說 欸 這個錢 一直給他們 一直給他們 曾經那個財政部長就跟要求 蔣介石說 我要知道你們錢花到哪裡了 後來那個 那時候的財政部長是誰 送紫文 不要管啊 錢我們 怎麼弄我們的事啦 你們 撥錢就對了 你看這麼囂張 他為什麼美國人會怕 蔣介石講這句話 我跟你講 如果今天 美國少了中國這個盟友 他的戰爭就 沒有正當性了 他就沒有正當性了 所以 他一定想盡辦法 隨便找一個 扶不起的阿斗來挑 他絕對不會找 絕對不會找 絕對不會找 毛澤東啦 也不會絕對找 去找那個 汪經衛啦 不肯定汪經衛那時候是跟 美國宣戰的 所以他就只好找那個 蔣介石 好啦 你跟我好啦 跟我 怎麼講這個講太多了 等一下講不完 好 下官條約 下官條約 馬官條約 這個就是台灣的兩個重要的條約 那個 馬英 那個 李登輝我們 前總統 中華民國的前總統 他們不是講了一個 讓馬英九很生氣的話 李登輝讓馬英九生氣 他說 李登輝說 我老是沒有錯啦 你可以冒我老還丁啦 但是我可清楚得很 那個 那個 李登輝說 他不是說 有種 有種 派軍隊去把它拿下來 所以 馬英九的 那個 保釣魚台 都 那個根本就是 說謊的 根本就是一個騙局 你明知道這不是你的土地 你硬說那是你的土地 你看像 南海 明明明 這才算是你的合法領土 這個才算是你的合法領土 中國民國有取得任何條約嗎 請問各位 沒有嘛對不對 現在連開羅千言都要被毛澤東給 給 撞位了 這個中國人扭曲事實真的是 真的是睜眼說瞎話 好 這個應該看過了 你們還要說台灣是日本的幾首 台灣是日本的幾首 對對對 還好還好 你們沒有被李登輝拐去 李登輝說台灣是日本的 秘書長說這個叫做什麼 零分對不對 現在的日本 他的管轄區只有四個島 主要有四個島 本州四國 九州跟北海道 這是盟軍要求 在巨金山可葉有要求說你們是新日本國 所以安倍的國現在所 這個安倍是天皇的CEO 因為兩個宣法被修掉之後 有民間人民選出來的總理 就是總理大臣 這是安倍的身分 所以這個是事實 也是真相 我講一個很簡單的概念就好了 這也是我以前模糊的部分 按照你們如果你們回去看中華民國的憲法 到底是怎麼來 中國憲法領土是怎麼來的 他是接1912年 他們推翻滿清 村中山推翻滿清政府的時候 中華民國是接收當時大清帝國的領土 注意聽喔 當時大清帝國的領土 請問一下那時候台灣是誰的 大日本帝國的嘛 對不對 已經是日本的嘛 大清帝國是不敢講台灣是他的啦 你既然是承繼了這個大清帝國的領土 你就不應該把台灣 納入你的領土的領土 對不對 不是現在還是沒有啊 中華民國的憲法到目前為止 還包含了外蒙古 就是沒有台灣跟澎湖 這個也是事實 這個上網查 有答案 這個不是我們在這邊 自己創造出來的 這都是歷史 好 好 大日本帝國擁有台灣的主權 台灣永遠讓給日本 好 這個應該你們也看過啦 永遠讓給日本 不是我們教科書寫的 竊戰台灣五十年 我有一個儀仗 他告訴我 我告訴你 我對歷史稍有研究 當時齁 1945年齁 那個 台灣齁 這個 被日本竊戰了五十年 但是我們回到條約的真相的時候 他其實上次永遠被讓於日本 那 台灣全島 所有附屬各島嶼 附屬島嶼包含什麼 附屬島嶼包含什麼 附屬島嶼 附屬各島嶼 附屬各島嶼 這個釣魚台齁 其實 建格基金島為什麼會被畫給台灣 因為我這邊沒有地圖喔 這個 這邊這邊 有有有 OK 台 台灣的整個板塊 是屬於這個板塊 這個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一直到下面 這板塊 這個也是馬英九哈佛大學的論文喔 保釣 保釣論文喔 這個 那所以 以那國島 事實上 比 釣魚台 離我們更近 台灣沒有辦法 主張說 以那國島是 我們可以管轄的區域 所以他是用這個 板塊 來 認定 附屬島嶼的這個區域 附屬島嶼 所以這邊只要有島 都是台灣可以去主張的 那只是說 台灣主張的時機在什麼時候 絕對不是這個時候 一直要等到台灣的地位 正常化之後 台灣 才可以 跟 絕對不是跟中國談 也不 中國跟這個事情無關 我們要跟美國談 要跟 大日本帝國談 要跟天空談 到時候 台灣又變怎麼樣 變屬於 自治 自治的性質 還是 邦聯的性質 到時候 這是未來的事情 不是現在要談的事情 好 澎湖列島 這邊都有寫 很明確 很明確的那個 OK 好 台灣 日本 帝國完成台灣整體的主權 這個 這個圖是 日本人畫的 當時日本統治的時候畫出來 這個線 有沒有看到這黑線 這個就是被沈沒的 沈沒在海底的領土 因為 這個線 以前 在大清帝國 只有 統治到這些而已 殖民到這些領土而已 這一大塊 全部都是高沙族 把它保住的 那這七塊是 一直到1930年 才全部被 大日本帝國 整個 整個怎麼樣 征服 用征服了 因為征服是 美國人叫日本人的 你看 有沒有 武力征服高沙的民族 日本人就問 美國人說 你們怎麼樣 收復 就是征服 那個 印第安人 的鬥爭 他們說 這些高沙 高沙地的人 被日本帝國取得了 這個島 福爾摩沙這個島之後 從來不服從過 也就是 在三仙台 那個區域 有一個抗日事件 抗日事件 抗日事件 抗日活動 在花蓮也發生了抗日活動 所以 日本人就問美國人說 到底這些人 不願意 撐城的這些人 我們要怎麼處理 他們說 你們可以 用征服的方式 因為這個土地 整塊 這個整塊土地 大日本帝國有 處分的權利 處分的權利 所以呢 如果當地的人 不服從你的 你可以用武力 你的武裝部隊去 征服他們 所以 就開始了 開始了 就發生了 七角川事件 這是1908年 開始 開始打打打打 在花蓮 總共這場戰 打了三場 一直到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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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9年 不能 然後 最後 重點在這裡 最後3月15日 台東廳長 身為茂柱 一大隊長 木下山 一起自 鯉魚為莊 就是現在 受風主持 歸順澤的 歸順一事 因為 根據這個 馬亨亨大頭目 的口述 日本人 在打 這個打完 他們舉行和解一次 發生了 1911年發生了 陳國奧事件 就在我們 就是我們那個 我們三仙台那個附近的 根據馬亨亨大頭目的 那個口述 說 如果你們在持續抗爭 你們 會被我們 滅掉 我們也可以很慷慨 既然說我們要 為了祖先留下來的土地 我們要占到 一併一組 後來馬亨亨頭目說 不要說了 不要 別傻了 你要被滅族呢 還是 直接稱 就是稱臣 然後呢 土地還是給你們用 給他們 在管理階級給他們 管就好了 後來 這個 七角川事件是這樣 到了 1911年的馬 陳廣澳事件 馬桃套事件 也是一樣 最後 在這個派出所 這個是日本 這個 只剩下這個 現在已經前面的 一些建築都被 打掉了 這些橋這個都被打掉了 你看我們後來 8月4號 台北廳 宜蘭廳 台中廳 台南廳 台東廳的政員部隊 集結繽紛 圍剿阿美族聯軍 最後在這個地方 接受歸順的儀式 歸順的儀式 要不然 否則就是被 被滅掉 OK 好 從此 最後一場 1930年 這個應該 這個大家比較清楚 因為 魏德勝 不願意拍我們那邊 只願意拍賽德克巴萊的 我們也是獵人頭 不是只有他們會獵人頭 一樣都是 都是殺人 所以 最後 最後 全部 那一塊 那一塊被沈在海底的 沈在海底的 這一塊 全部就被大日本帝國 征服完畢 之後呢 就開始了 投資 這個區域 的建設 所以一直 然後呢 建設之前先怎樣 先教育 教育 所以 從1904年到1944年 台籍 已經71%囉 日籍 99 大家 小孩子都在讀書了 所以 你只要聽到 政論性節目講的時候 只有百分之二 那就是騙人的 他們拿不出證據 他們喜歡講那個沒有證據 創造性的一些名詞 聽聽就好了 那些 那些人講話 好 被佔領的人民 被佔領的人民 在舊金山合約 下關條約之後 舊金山合約 對台灣的處置 跟朝鮮 跟台澎的處置 就不一樣 來 如果你真的 那些天真以為台灣可以獨立的人 請他們看看這些 這個國際承認的條約 為什麼不能轉 小鄧 他不想動了 有了 好 這是GG3 和平條約的第二條 領土的放棄 朝鮮與台灣的處置不同 來 我們先看 朝鮮 日本承認 朝鮮的獨立 台灣是怎麼樣 日本放棄 台灣澎湖的所有權力 民旗一起求全 同樣在 下關條約拿到的土地 為什麼處置就不一樣 因為 開樓宣言是關鍵 開樓宣言 美國的 意願 但事實上這件事情在開了歐歐歐歐的是英國是持反對的立場 他們不願意給蔣介石 因為英國很早就看穿了蔣介石 他是這個 他們太了解蔣介石了 反而他們喜歡跟毛澤東不喜歡跟蔣介石 所以這也是歷史事實 因為我們是被他們統治 所以我們只能說 他們說是我們就說只能 不敢說不是 要不然會被白色恐怖 對 好 所以台灣有沒有獨立的問題 沒有嘛對不對 目前我們以現狀來講的話 所以如果按照蔡英文的說法 我們要維持現狀 那你幹嘛還喊獨立 因為台灣沒有現狀沒有獨立的那個 需求 對 有沒有 統一的問題 台灣本身有沒有統一的問題 也沒有 我們是 沒事被人家 變成有私了 那要不然我們 像我們這些阿美族人 潤血緣也沒血緣 你說你們大清帝國也沒統治過我們 我們有沒有被殖民阿 對不對 第一個 殖民 第一個 打跟我們打勝仗的是大日本帝國阿 那我們的祖先第一次有享受國籍是 日本國籍阿 我們怎麼想沒有辦法跟中國連結 美國人不知道有這種人耶 雖然我們是少數啦 不過我們這些少數因為透過 那種混音的關係喔 阿美族人不是沒有那麼少啦 18萬那個是 被 這個殖民政權 用政策把他 把他 要消滅我們的人口啦 先消滅我們的議員 再消滅我們的 因為我們很多嫁給所謂的外省人 沒有國籍 嫁給有國籍叫做什麼 對 沒錯 那 我們可能有一大部分的人 因為嫁起的關係 就變了什麼 中國籍 對不對 像我的表妹就是啦 我的一帳 最小的一帳 可能以前有夠窮啦 沒錢啦 看到那些 那個阿拉卡 那個 外省 所謂的外省人喔 欸 他們很有錢喔 就嫁給他們 欸 真的呢 一嫁給他們就有房子了耶 整個生活方式就變了 跟我們那種以前 苦日子完全差很多 他們享受了那種 榮耀齁 就是他們所謂的榮耀齁 所以我的表妹跟我的表弟 他就是外省人的第二代 那如果說這樣的人是幾萬人的時候 你想我們的人口會不會減少 老的人會死嘛 慢慢慢慢這些人 因為這個婚姻的緣故 你就不是了 所以 現在剩下18萬喔 應該不止啦 應該不止啦 所以台灣裡面 還要 這個以後還要再研究 再研究 OK 好 依據 國際法 你們要講國際法 李登輝也講國際法啦 馬英九的國際法 是他自己創造的啦 我們遵照國際法 他說 媽 那個 開羅宣言就是條約 我說了算 美國人說誰理你啊 中國人說誰理你 他自己信 然後他們有9%的人會相信 所以我們自己要壯膽啦 就是說台灣人並不是少數 其實 這個中國人自己講得很清楚 這種種族的遊戲千萬不要玩 因為雖然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你講你操作種種族 有一個好處就是 所謂的藍綠會各自歸對 後來發現 本身 國民黨的人就這樣講 你們不要操作這個 這個東西 你操作這個東西 你們是少數 最後倒楣的是你們這些少數 他們自己講的 不過他這樣也是 善意的提醒啦 好 這個國際法 依據國際公約 善待被佔領地的人民 這個公約已經有 這個當日內瓦公約被侵害時 要死成為嚴重的刑事罪行 所謂的戰爭犯 所謂馬英九現在創在蛋了 你們知道為什麼馬英九很恨黃金平嗎 你們 我是這幾天我發現了 應該是這個原因 不是 那都是小事 你們知道他痛恨黃金平的原因 是因為 你是一個佔領的 你是代表美國佔領台灣的局長 照理講你要依據公約刑事 否則的話馬英九要接受 刑事罪行 最嚴重的刑事罪行 因為 王金平的立法院 擋了馬英九的政策 叫做永固案 永固案喔 裁軍啦 裁軍的政策啦 我們從60萬大金 40萬大金變成21萬 現在目前是21萬嘛 不是後來又吵說要重新徵兵嗎 有沒有 因為馬英九平的立法院 把這個案子 擋下來了 原本7月1號要徹底實施 要從 從21萬降到17萬 才要再下來 按照台灣的人口 0.6%來算 應該要到12萬 台灣的軍隊 不是軍隊 應該是中華民國的自衛隊 應該要降到12萬 按照台灣的人口數 這個是才符合國際的那個 結果現在 屌在21萬 立法院的那個 國民黨的部分區立委 叫做陳正香 他是 陸軍總司令嘛 後來去當立法委員 提案 把這個案子擋下來 這個事情 現在的台灣人 看不懂 聽不懂 可是來到民政府 上課的人就會聽得懂 為什麼 這個擋下來 誰會出事情 馬英九 馬英九 馬英九會出下來 你要讓我死 你咧 我當然也要給你死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關係的太嚴重 這個事實上 我們還沒有動手 秘書長還沒動手 那秘書長只要一動手 你再給我爭兵 你給我試看看 馬英九就 我掙得了 要讓大家知道就好了 日內外公約 第四公約 真的是中華民國黑白來到不行 你不能占領國所訂定的協定 而在任何情況下 或以任何方式都不能加以剝奪 我們的土地 不是讓你在那邊隨便亂搞的 甚至於中華民國並沒有對台灣的處分權 處分權在誰手上 在美國軍事政府的手上 所以土地的處分 中華民國是沒有權利的 所以我們現在有所謂的那種原住民保留地 那些原住民的一些學者 告到聯合國去了 這我們祖先留下來的土地 你中華民國憑什麼 我們沒有登記就變成你中華民國的 所以我們以前祖先的土地 如果沒有去跟他繳稅的話 就變中華民國的 這違反了國際公約 太多了 這個祖坊不及被宅 太多了 還有這個 佔領國應採取一切必要步驟以便兒童辯任其父母登記 該 但該國不得改變 彼等之個人地位 亦不得使參加隸屬該國的各種組織 我們的地位被改變了對不對 228的控告 1946年的1月12號 蔣介石幹了一件天大的事情 我想這個事情會讓他付出很大的代價 中華民國賠不起 繼承人是誰 中國來賠 如果沒有錢賠怎麼辦 割地 OK 就是各地賠款嘛對不對 賠不起就割地嘛對不對 我不曉得會不會到那個地步啦 那只是一個邏輯啦 OK 那但是這個部分是 鐵的事實嘛 國際上所認可的194個國家喔 我們的地位被變了 尤其像我們阿美族 我姓陳嘛對不對 我現在姓陳啦 那你們知道嗎 我的阿嬤的媽媽有三個兄弟姐妹 她我阿嬤的大那個媽媽的大姐姓陳 她的弟弟姓張 我阿嬤姓陳 這個怎麼追啊這個 所以到了護鎮事務所的時候 有一個碗公 欸這個碗公要幹嘛 原來要是丟那個百家姓 十斑啦 阿你姓陳啦 阿你姓張 對 這 她不知道那護鎮人員 她犯了什麼事情 犯了這條 這個都要算進來喔對不對 所以 喔我們要跟她追場的錢太多了啦 不是兩百萬美金而已啦對不對 看我們 這個要不要對你們以德抱怨對不對 是我們對他們以德抱怨 對不對 OK 繼續 OK這個 甚至於 為什麼不能爭病 這裡寫得很清楚 戰林國部的強迫被保護人在其武裝或輔助的部隊服務 以獲得置業目的 壓迫及宣傳都不允許 他們還宣傳耶 哇這個都是證據喔對不對 都是證據 馬英九不是說 依據國際法嗎 這個他敢不敢用這個國際法來 來面對他自己 對不對 所以 台灣民政府絕對不是隨便的啦 對啊 執法犯法 人家說台灣民政府為什麼不叫台灣政府 這個C4可以拿掉嗎 C4拿掉就什麼 我們什麼也不是啦 因為我台灣民政府 平民政府是戰爭法的一個組織 耳力的組織 所以任何軍事 辦軍事都不行喔 好 繼續 時間有限 OK 主要占領全國依據條約正確形式 主要占領全國是誰來 舊金山合約 有沒有 有沒有寫得清清楚楚有沒有 你經過國 因為這個條約是 每個國家簽署的國家都要經過國會批准喔 像斯里蘭卡是國會不批准它的政府願意喔 所以全世界包含日本跟美國48個國家簽署的喔 主要佔領全國 這個也是不爭的事實喔 中華民國 為什麼總是要往後頭看 AIT AIT是美國政府的民間代表嘛 所以他代表美國總統 那個 那個TRA就是所謂的台灣關係法寫得很清楚 AIT處長就是美國的 美國總統直接授權的一個 那個所謂的類似總督啦 所以為什麼 那個陳水扁不是 當選之後 有一天楊書帝就直接衝到總統府 憲兵也不敢攔啊 啪 給我立正戰豪 立正戰豪 台灣不是中國的 我們還是 美國還是主要佔領全國 你不要給我胡亂來 講完三件 啪 就走了 你中華民國總統想怎麼樣 你也不能怎麼樣 因為沒有美國就沒有中華民國了 好 台灣獨立引發戰爭 這個是美國的副國務卿 應該是說有史以來 講台灣獨立 嚴正聲明 最厲害的就是他啦 所謂的 佐力克 佐力克 因為 眾議院很多 友善中華民國的人喔 尤其是眾議院的主席 口袋滿滿喔 都是 要不是中華民國跟他們的關係好 要不然 眾議院是不會聽他們的話喔 眾議院的主席 一些聽證會上面美國的 副國務卿 直接就跟那些國會議員講說 台灣獨立 必然會引發戰爭 這不是我們的主張啦 就是美國人就直接給你講白的 因為為什麼 好來答案在這裡喔 美國對台灣反對 因為我們一般我們的媒體 平邊媒體 他只會寫這一段話啦 後面他就不寫了啦 他不會講細節 他只會講說喔 美國反對台獨 一句話帶過 為什麼反對台獨 不講 所以 美國反對台灣獨立 因為台灣會引發戰爭 美國將被捲入 讓我們非常清楚的說 獨立意味著戰爭 那意味著美國士兵水索空軍海軍官兵要被捲入 台灣獨立會讓美國打仗 陳總統就是陳水扁說 四步於沒有 是以中國不動武為前提 但中國至今並沒有對台動武 從毛澤東到現在 從來就沒有對台動武 那個中國有打過台灣嗎 有的棘手 有人認為有的棘手 在歷史上 完全沒有對不對 金門不是台灣的 不是我們 不是美國可以管的地方 金門馬祖不是 他可以打 他可以打金門 就是不能打台灣 你只要越過台灣海峽 美國就可以把你打下來 因為美國不像日本 他們的憲法是被限制的 他們的智慧隊是被限制的 可是美國可就沒有喔 所以你只要侵犯到我的領海 我就 我是有權利把你打下來的 所以美國總統說 歐巴馬啦 最近講的 南海的行 美國 中國造陸的行為 是屬於侵略的行為 釣魚台也是一樣 所以後面有答案 我們都是引用他們美國人說的話 好 我們說美國人吃飽 撐了嗎 為什麼說台灣人 說台灣人是台灣的 是台灣人的是 幾首 有沒有 台灣是台灣人的 幾首 欸 不好我騙了欸 真的是 被訓練過了 哈哈哈哈 台灣跟美國沒有關係 那台灣宣布獨立 不可避免要引起兩岸戰爭 那只是台灣人自己的事 跟美國有什麼關係 他說 有什麼資格說美國要出動 入海空 美國跟台灣國 台灣 國 或ROC 流亡 有簽任何國際條約嗎 喔 國際條約又是一個關鍵 我們1954年 中華民國跟美國簽了一個 中美防疫條約 那這個中美防疫條約 在什麼時候被 被換掉了 在1979年 中美建交的時候 台灣關係法取代了 中美防疫條約 所以美國 從此以後 沒有再跟中華民國 有任何的關係 那 台北條約是日本跟中華民國 不是日本跟 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日本跟中華民國 當中華民國 不是國家的時候 這個條約就 失效了 就失效了 所以 照理講 中華民國的軍隊 是不可以 存留在台灣的喔 來來來 那這個 為什麼這裡有答案 因為台灣 是日本的領土 台獨是台獨 美國不會讓台獨 台灣獨立建國而戰 台灣獨立 不可能 美國不可能為了你的獨立戰爭 因為 你要用什麼名義來 來獨立 中華民國嗎 中華民國就不是違反他一中政策嗎 所以有一中政策 就沒有中華民國啦 OK 重點是這個啦 美國 美國不會同意 允許台灣獨立 是因為 美國與日本 美國是什麼 握有台灣的管轄權嘛 日本是什麼 它有主權嘛 對不對 sovereignty嘛 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東西 所有權重在人家的手上 你想 超越所有權人來 成為這是你的主權嗎 這是 完完全全是 違反國際法道 完全 不可能的事情 好 好 好 第四條 台灣 齁 跟 澎湖 南沙群島 那些全部都是美國的處分的地方 這邊寫二條三條 齁 有沒有 二條三條 美國 日本承認 二條 跟三條 二條是什麼 所有的領土 不是只有 只要是被renounce的那些島 全部都是在 美國軍事政府的 處分的範圍 處分 財產處分的有效性 他們有處分權 所以為什麼有USMG 我們可以大膽的掛這個 USMG 還不是 USMG是因為條約裡面是直接 簽 就是簽美國軍事政府 那 因為台灣是外國領土 所以一定要用軍事政府的 形式 是屬於戰爭法的形式來 來去那個齁 來去 去 執行認定齁 好 重返亞太軍事再平 喔這個喊很久了 2005年 就開始喊 喊到現在 最後一年歐巴馬 才有心思 搞台灣的事情 因為歐巴馬 任內做太多事情了 你想歐巴馬任內做了好多事情 對不對 巴基斯坦 伊朗 伊朗的協定 和協定 被他談成了 還有古巴 幾十年 後來不是又 正 兩個國家的地位正常化 你們想到古巴你們想到誰 你們想古巴就想到台灣 因為台灣的地位跟古巴是一模一樣 當初西班牙跟美國戰爭的時候 西班牙也沒有直接在條約裡面 在巴黎條約裡面寫說 古巴要直接變成美國的屬地 當初西班牙有四塊土地 菲律賓 關島跟波多尼克 古巴 那這三個全部被美國的屬地 這個屬地 美國 養了他們一百年了 很頭痛 菲律賓已經後來獨立了 那 唯獨 古巴 最後 他是 他被處置的方式 就像台灣 Renunce 就是 放棄沒有給誰 台灣的狀態也是一樣 放棄沒有給誰 就是把他懸在 就是所謂的 留了彈性 看到說 世界各國啊 他美國就講說 看聯合國怎麼弄啊 看世界各國有什麼意思啊 我們 就依據國際法嘛 所以 古巴可以獨立台灣 最終在美國的同意下 在日本的同意下 是不是也可以走到這個 這一步路 這樣才是安全的 對不對 這才是安全的 所以當然 我們現在不能談這個 美國人不同意 我們也沒責 天皇不同意 我們也沒責啦 我們會到那種自治 高度自治的一個狀態啦 好 那古巴現在的問題 為我們來追溯這個 古巴的歷史 當初 美國 有支持自己的 民政府 但是 卡斯楚用什麼 武裝 打敗了這個 對不對 所以今天 馬英九想幹這件事情 他要引進共產黨 不願意放棄武裝 是不是他用強力武裝 美國打到最後 打不下去 就會把台灣 拱手讓給 所謂的中華民國 只要共產黨的勢力到了台灣 台灣就 危險了 我們就會變成第二個 這個古巴 還是處在共產黨的 範圍內 所以 美國 難道不知道這件事情嗎 他當然知道 所以如果今天 美國的動作再慢 那 共產黨的勢力進來 你就來不及救了 對不對 所以台灣 民政府今年執政的可能性 當然就大增了啊 可能性是非常的高啦 秘書長的意思是說 欸 判決下來的時候 那如果美國還是在那邊 就是 不動於衷 慢慢來 還可以慢慢來嗎 如果繼續讓馬英九 在520以前引進 中國的勢力來 台灣遲早會被 所以美國 難道不擔心嗎 我不相信 我們 我絕對不相信 所以 讓台灣民政府 執政的日子 一定要再加快 你們說是不是 要不然 那共產黨勢力來 你們有辦法解決嗎 連美國都沒有辦法解決 古巴就有一個例子嘛 你們想看看 美國的歷史 戰爭歷史以來 什麼國家再強大 他都可以打贏 德國也可以打贏 日本也可以打贏 怎麼打 就是打不過 共產黨 從 韓戰 越戰 輸給 越共 對不對 從最早的 卡斯族 也輸給卡斯族 那 美國要靠什麼來打贏 共產世界 你們知道嗎 靠經濟的手段 所以美國現在一樣 他們認為說 蘇聯的瓦解解體 這個方法很好用 是用什麼方式 用經濟 經濟 經濟 可以搞垮一個 只有 唯有經濟 戰 才有辦法搞垮共產的 國家 你用武裝 有困難 真的有困難 因為他人多啊 十幾億 你要 多少的 炮彈 有沒有 寒戰 越戰 打到機關槍 都燒紅了 怎麼人都還是一直起來 所以中國 共產黨在打仗 不把人 當作人看 他只有 政權 沒有人權 OK 好 繼續 好 兩岸中國人聯手的 模糊策略 好 中國文字的混亂策略 你們看這兩個 你們 你們會知道說 為什麼外國人看到 台灣人就是中國人 欸 你看 這個後面齁 都是叫 reproject of China嘛對不對 people不是人民嗎 中華民國的民到哪裡去了 所以講來講去 這個 因為 這個都叫中國嘛對不對 有什麼不一樣嗎 這兩個 對不對 那只是說 這個 這邊的people 被他蓋掉而已啦 可是他中文裡面還是有啊 所以人家說我們是中國人 德國人法國人說我們是中國人 有什麼不對 他們是對的 只是說 一到中文字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任意創造性的文字出來了 OK 中華人民共和國跟中華民國不一樣 不一樣在哪裡 其實就是一模一樣 民事長不是講嗎 中華人民共和國等於什麼 簡稱什麼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簡稱什麼 簡稱中國 OK 台灣關係法可以 中國在台灣的法源依據 沒有台灣關係法 中華民國 是不能在台灣 好 這裡第15條 有明確的規定說 台灣統治當局 其實在 上一次幾年去了 2009還有07 中國 去年還前年 中國不是 跟聯合國 潘基文講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美國跟英國三天之內 馬上就跟聯合國講 潘基文講說 改掉 改掉 齁 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你下次 後來那個歐巴馬就開始 布希就開始跟那個 布希政府 那時候還是小布希的時候 告訴他的所有的大使館 說 中華民國政府 不是台灣政府 你們沒有看到這個新聞嗎 你們下次看到 中華民國政府不能講 那是台灣政府 中華民國總統不是台灣總統 你們要搞清楚 他只是台灣治理當局的 什麼 局長 他們創造了總統 自己創造了 最高領導當局 OK 好 1979年1月1日以前 美國承認其為 中華民國間的政府關係 美國國會有 必要制定基本法 那如果把這個 美國承認拿掉 中華民國是什麼 連流亡政府 都不算了 它是什麼 什麼也不是 所以沒有美國 就沒有中華民國 那現在美國 不承認中華民國的時候 它是什麼 OK 第15條 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 這邊有沒有第15 這裡 第15條 這個上次我們 228的那個 控美案 我講幾個重點就好了 這個大家都知道看一下 好 我剛剛不是講過 那個 中華民國如果沒有 跟美國簽條約 沒有跟日本簽條約 它就必須 撤出台灣對不對 這裡寫的喔 這個是美 就金山合約第六條 規定 除美金以外 應盡速 自日本領土 撤出 自本條約 生效之後 所有聯盟國 佔領軍 喔 應盡速 自日本 撤出 此項撤軍不得 晚於 本條約 生效 90天內 那日本 與聯盟國 遞接有關 外國軍事駐紮 或 保有日本領土 之雙邊 或多邊 協定者 不受本條約規定 來我們回溯這個歷史 1952年的 4月28號的時候 舊金山合約生效 1952年的 8月15號的時候 台北條約 生效 也就是說 這是業工超 那時候日本人 來到台灣 去簽的台北條約 因為在台北簽的嘛 叫台北條約 那台北條約 就符合這個 有沒有 雙邊的協定 那如果台北條約 失效 這個協定就 中華民國是不是要去 遵照這個 舊金山合約 來正確行事 那是不是他的軍隊 就要撤出 中華民國的軍隊 是不是要撤出 為什麼沒有撤出 後來簽了一個 中美防疫協定 又不讓他撤了 又他有正當性留下來 然後中美防疫協定 1979年 失效了 是不是要撤出台灣 欸美國 又搞一個什麼 台灣關係法 所以台灣關係法 就變成 中華民國得以在台灣 繼續 存留的關係 所以今天美國說 滾 走 默默的走 還是我要 動武力把你趕走 中華民國 你們自己做決定 跟我們台灣民政府有沒有關係 沒關係 因為台灣民政府 只針對美國軍事政府 那美國軍事政府 有責任 把中華民國 好好的 依據人權 按照國際法的關係 把他們 支錢 你要支錢到哪裡 那是你們的事 我們也管不著 對不對 那我們只是說 請美國說 依照舊金山合約 那有沒有 台灣民政府 一直在敦促 提醒 美國 說 你們趕快回到台灣 美國 舊金山合約 正確行事 好 台灣民政府 以華府起訴 美國 中華民國 好 講重點 該組織 要求美國 放棄台灣關係法 恢復 舊金山合約 這個 這個是天大的一個決定 因為台灣民政府認為 美國是日本台灣 唯一的主要佔領全國 所以美國必須要 依據舊金山合約 只要美國恢復到 舊金山和平條約 台灣的地位 正常化的 時間 就 準備 生效了 那台灣的地位正常化 代表什麼 台灣民政府就要執政了 所以你們的選擇是正確的 我們是為台灣而戰 為台灣未來而戰 好 回到舊金山合約 好 欸 看一下 OK 這兩個有沒有人不認識 這是去年的事情 四月份 矮的是誰 日本天皇 高的是誰 所以一個人叫馬關條約 一個人叫做舊金山合約 對不對 所以一個是地主 一個是握有的 管轄權 一個叫主權 一個叫管轄權 所以你還 如果台灣 我勸這個台獨分子 如果你真的要讓台灣獨立 你們 他們現狀 如果搞台灣獨立 有一個方法 我可以跟他們講 這個方法很 絕對有效 你們先打敗美國 再打敗日本 再打敗中國 台灣 中華民國 先打敗這三個國家 你再喊中華民國獨立 對不對 有可能嗎 有可能 那個叫痴人說夢話 OK 那其實我有看過歐巴馬 像天皇 其實歐巴馬 雖然是美國總統 貴委美國總統 對這個天皇 還是很尊敬 你們看過他90度 向天皇急攻嗎 沒看到 有這個照片 可能 不曉得網路是不是 給他下架 有有這個照片 很恭敬的 向天皇 那個 90度 急攻 好 這也是去年的新聞 美國總統 就是歐巴馬 所思對掉一台的問題 適用於安保條約 好 就有記者問 中國 若以武力 進犯釣魚台 視同什麼 對美國動武 因為有人說 如果是中華民國的武力 進入釣魚台呢 主權領海 所以美金的防衛範圍內 會被視同什麼 外國武力 這是美國人 美國人的那個 立場 反正 你美國只要牽責到中國的 吼 掉一台就不能 就不要給我動 因為 美國的力 那個 美國憑什麼這樣講 就這三合約寫得清清楚楚的 清清楚楚 南海也好 南海的群島 西沙群島 或者是 尖閣諸島 全部都是美國軍事政府的 實力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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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歐巴馬說 南海造島 是什麼行為 侵略的行為 所以 接下來就精采了 接下來就精采了 好這個我們帶過就好了 這個 因為時間的關係 好 這個讓大家知道一下 台灣的地位 多麼的重要 台灣是不是 所有島鏈裡面 離中國最近的土地 我做一個假設信 如果中國被 被 如果台灣被中國 併吞了 請問一下會有什麼下場 第一個倒楣的是 日本跟韓國 其實美國也可以不管啊 反正我很遠啊 沒差 大家共用台平洋也沒關係啊 但是對日本 韓國菲律賓 就不是這樣囉 會引發這些島國的國家 很大的那個 為什麼 講一個很簡單的 經濟上的問題就好了 如果台灣被中國併吞了 他是不是 從台灣這個地方 他要宣示什麼 主權 說 喔這個領海是我的 那請問一下 從這個 那馬六町海峽上來 經過南海的 郵輪到韓國到日本 中國是不是可以主張說 你經過我的河道 繳稅 買路錢啊 對不對 那你想 會不會造成日本跟韓國的經濟的崩盤 百分之百崩盤 要不然有種 你就從這邊啊 透過 繞過 繞過印尼 然後繞到 經過那個 那個 辛吉內亞 再轉到這裡啊 看韓國受得了受不了 所以韓國最後要 真的是要到戰爭的邊緣的時候 韓國自動會歸到 美日這個系統裡面 不會跑到 中俄這個系統裡面 所以 韓國在寫印度啦 在搞什麼 搞敲敲盤原理啦 欸這邊利益比較大 往那邊靠 這邊利益比較大 往這邊靠 他在整個 兩大強權當中 在找 討好處啦 這個 韓國人喔 真的是不如台灣人 台灣人的精神喔 有 確確實實 繼承了日本的精神喔 沒有 不要這樣搞喔 我覺得這樣搞不長 我們很紮實的 我們的產業要非常的紮實喔 好 再來 美日聯盟的強大軍事力量喔 這個新聞都有 片面的播了一下啦 因為我們的 呃 罵禮丹會的時間 比播這個時間還多啦 馬英球 講那個唬爛的話 比播這個時間還多啦 因為這個叫一片新聞喔 一片新聞 讓大家知道 他確實有這個事情喔 所以美日安保同盟範圍 因為有新的 新安保已經 出現喔 已經協定 簽除了 所以這個重點就在於說 修訂 擴大美日互動範圍 符合安倍 那個 推動修改和平憲法 解禁集體自衛前的政策 甚至於 太空領域都有 所謂的合作關係喔 好 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盡量 那個齁 好 歐巴馬說 中國南海作為是侵略 這個是美國的立場啦 那這個計畫 這句話出來 當這句話 已經由 總統這個 陳吉的人講出來 那就是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美國 依據舊金商合約 宣示 他們的整個 佔領區的安全 中國的調導 美國 中國在南海的造導 結果會怎樣 秘書長說 我聽秘書長講說 美國 必然會派 轟炸機把它炸成 中國也不敢講一句話 那 美國難道沒有管到跟習近平講嗎 絕對有 可是習近平 這件事情 照 凸顯的一件事情 習近平 事實上 並沒有完全掌握 中國的 軍 軍事系統的 軍方 所以軍方就告訴我們 習近平說 我們已經蓋好了啦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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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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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一樣繼續把它蓋好了啦 不然我啦 我們要用了 有沒有 這中國的 盲橫的那個 那個 那個答覆 好啊 你們照好沒關係啊 那我們到時候 欸 我就會跟聯合國 因為 最近的 那個 媒體呢 就已經披露了 美國的國防部已經 已經領好了 這個 那個 宣戰書 準備要送到聯合國 只要拿到這個 合法的戰爭權 美國就會派 轟炸軍去炸 來 這個我們 以後再看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就跳走了 我們來看這個 最後看這個 這個 這一架 就是B1轟炸機 為什麼美國會派這一架 你幫我 那個小蛋可以幫我 先放那個B2轟炸機的影片好嗎 這個叫B1轟炸機 這個飛機的翼展44公尺 所以它 為什麼不派B2要派B1 我們先看B2轟炸機的畫面就好了 還沒有找到哈 好 沒關係 為什麼要派B1 B1轟炸機它是所有轟炸機裡面 可以達到超音速的速度 超音速 這個是X47B 要B2 要B2 B2 它是所有的轟炸機裡面 只有這架飛機是可以達到超音速了 超音速以上的速度 它B2 它雖然它的隱身系統 隱身的那種密蹤的效果非常好 是應該是所有轟炸機裡面它的隱身性最好 也就是在雷達裡面看不到 看不到你這架飛機啦 可是它如果說B2 它雖然在雷達螢幕裡面看不到 可是它在10公里 20公里的距離 它就看得到 所以讓地面的防空部隊有時間去做回擊 所以很危險 那B1是這樣 超音速是這樣 如果你的飛機超音速 也就是我聽到聲音的時候它不見了 差別就在這裡 當你聽到聲音的時候它就已經不見了 這個就跟那個F22一樣 有一次 好 來來來 這個 這邊有數據 這個有數據 上網查你可以找到它的數據 它和那個 它可以 是算盾的啦 它機帶的那個 好像是B2好像可以到 幾盾啦 5盾還是10盾去 那我們來再看回這個B1轟炸機 B1轟炸機 因為它超音速 所以 中國的雷達戰又很遠 所以它反應 要回擊的時間幾乎沒有 所以美國只要派這個B1轟炸機去 秀一下 帶個五六架 然後每個人都滿載 每架飛機滿載 它可以從蘇比克灣起飛 或者從台灣起飛 都可以 或者是從越南起飛都OK 幾乎中國沒有任何的反擊能力 五分鐘這個戰爭就結束了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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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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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炸了 啊就結束了 飛過去 炸成 拜拜 這個叫做回到原狀 回到原狀 OK 好 我們來再看這個 這是目前全世界 發展第五代戰機的目前 在檯面上看到的 這個叫做F-22 這個叫做F-35 這個叫做T-50 千二十 所謂的中國的千二十 這兩 這架 因為美國的經濟戰 把普丁搞得好慘 石油戰爭嘛 頁岩油的發掘 崛起 導致俄羅斯靠油 來生活的那個時間 因為他賠錢在賣 所以他的經濟 一直沒有辦法起來 沒有錢造什麼 打什麼仗 造什麼武器 所以這一架飛機 怎麼樣 叫做胎死腹中 沒辦法繼續再造一下 沒錢啊 那千二十 對 沒錯 中國錢很多 有錢盡量 盡量花 可是到目前這個階段 他是可以飛 但是 還不能作戰 因為 他們接下了 因為可以飛了之後 他要開始掛載了 他還要一段時間測試 他們這個五年十年內 應該都還在美國處理台灣之前都會 他在曾經以前台灣的事情就解決了啦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就不用煩惱 所以目前這個都還不能作戰 這兩架 那這一架 也是在研發階段 只是說 他這個研發階段很坎坷啦 從一億兩千萬現在漲到兩億四千萬了 一架飛機啊 這日本人受不了了 你們美國人喔 詐騙集團 當初賣我們一億兩千萬 卻被兩億四千萬了 我們 日本是買 四十幾架 韓國也有買 日本買 我們韓國也買 大方喔 結果 哇哩 哇這個這個 哇這個 太貴了 一億多 一億多 如果是兩億 兩億四的話 台幣是多少 一架飛機要 六十幾億 哇買不起啦 真的買不起 那 我講這個 F-22 F-22 它是 目前 有實戰經驗 已經試驗成功 已經發射飛彈過的 F-22 講一個 大家可以理解的概念 要不然我這樣講 它多厲害 大家可能也沒有 目不著邊際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如果一架F-16 F-16 我們 台灣目前有嘛 從智航基地到花蓮 就台東到花蓮 F-16大概四分鐘以內 推AB十分鐘就會到花蓮 夠快了啦 但是那個要推AB 才有辦法這麼快 但是AB只能推十分鐘 就不能再 可是 你要變成第五代戰鬥機 你必須怎麼樣 全程超音速巡航 假設 F-16 它可以超音速 兩馬赫 音速的兩倍 它只能十分鐘就收回來 要不然引擎會燒掉 可是這種飛機不是 它從開始就是超音速巡航 從開始就可以超音速巡航 一直到它 它要落地的時候 停止都沒有關係 又省油 引擎又不會壞 速度又快 那 當 F-16 那個 那個 童星 有一個我的童學告訴我說 你有沒有看到 F-22在空 你們東海按飛啊 這個東西怎麼你會看得到 當你聽到聲音的時候 它已經不見了 你看都看不到 所以 在花蓮不是說看到不明的什麼 飛行物嗎 那算是 他們運氣很好 能夠拍到速度 這麼快的飛機 要不然否則的話 你根本拍不到 人家如果F-16 四分鐘到花蓮 這架飛機可能 不用三分鐘就到花蓮了 你想你看得到它嗎 台東到花蓮 將近 到加山大概 將近200公里 三分鐘以內到達 快不快 夠快了吧 你看得到 看不到 它即便在空中飛 你也看不到 那它有四個S 就是所謂的 第五代戰機 它必須要有 達到那個標準才可以 叫第五代戰機 目前只有F-22 有達到這個目標 那個小蛋可以幫我播F-22 起飛 起飛的那個嗎 那它又是那個逆蹤 所以逆蹤就說在雷達裡面 看不到它 那 有中國的解放軍 有去做測試 它說 F-22 在雷達的螢幕裡面 它像一 比一隻鴨子還小 所以你在辨別的時候 沒有辦法 除非你子彈很多 看到就射 看到就射 否則的話 它以為只是一隻 過境的那個 候鳥 如果要跟中國玩 也可以用這個 美國就訓練那個候鳥 有沒有 訓練鳥 或者是用 用那個 那個無人飛機 做那個 大宴飛行 那個編隊 然後中國看到 哇 雷達上有 有飛機了 他們就用那個什麼 他們的東風 二十一 三十一型導彈 開始發射 如果發射之後 他們以為 命中目標 原來是打到 打到那個 沒用的 那個 那個 無人飛機 你用一百萬美金 換一顆 一隻 一隻幾萬塊的飛機 欸 這個滑得來耶 對 他用那個 像薩姆400啊 俄羅斯賣給中國 對啊 你盡量發射 沒關係啊 發射完 結果發現 我的子彈不夠了 再生產來不及 美國就來了 F22就 真的F22來了 那當你看到 它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了 因為你的 那個 導彈都已經 發光了 對不對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講最後啦 沒有 有找到了嗎 沒有喔 沒有關係 那個 準備那個 X37B X37B 我的 這個動畫不能動耶 嗯 好 要不然你先幫我放那個 東風41型 給他們 秀一下給他們看 反正他們夜兵前我們先看 我們先看他們到底要秀什麼技能 應該是 應該是這個沒有錯啦 好 這個喔 這個是美國的義勇兵三型的導彈 那麼這個頭喔 這個椎 這個尖尖這個地方喔 喔 拉下來一下 嘿嘿 這個地方 曾經在台灣一年半 四 四枚 這個頭 核彈頭 在台灣 是 一年半 四枚 放在哪裡 你們知道嗎 台南基地 對 喔 這個音樂你們聽過啦 喔 這個就是所謂的義勇兵三型 好上來 上來 來來來 這個還是解放軍拍下來的 這個就是 這是東風31型 這是東風31型 好 就是長這樣啦 好再來 好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是東風洲際飛彈系列啦 現在最新 他們講的最新的 東風41型 這邊它的配備 可以 帶一枚相當於35至100萬噸的核彈頭 或6至10枚威力相當於5至10噸的核彈頭 就是說 它 一個 頭裡面裝10個錐體 裡面都是核彈頭 那它的命中精度非常的高 100公尺 200公尺 其實像這種 大規模的那種導彈 100公尺 200公尺 那個都叫精準 100公尺 一個核彈 炸到哪裡 有差了嗎 100公尺 已經沒有差了 OK 好 31型 31型 41型是14000公里 中國號稱可以打到美國本土了 31型是11000公里 A是生計版 原來是9000公里 那這個東風5是最遠 15000公里 但是這個已經淘汰了 因為已經超過它的期限了 所以不是說導彈 導彈我發展出來 我就可以用了 不是欸 可能它一輩子也用不到 為什麼 它就過期了 過期了 現在只有美國最聰明了 我的武器快過期了 我的導彈快過期了 去國外試一試 丟一丟 又可以賺錢 這是美國跟中國的差別 我的東西快過期了 找個地方來丟丟吧 OK 再上來 好 OK 這個重點 在過去20年間 中國約有20多枚東風5的洲際 彈道飛彈 不過由於可靠性維護問題 這些飛彈中 沒有多少枚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要淘汰了 所以要淘汰 所以美國在阿拉斯加部署了 18枚洲際彈道飛彈 攔截飛彈 這些飛彈部署主要是對付北洋 也可用摧毀大多數 射向美國西部地區的飛彈 所以東風41型的那個 彈道飛彈 它會經過阿拉斯加的上空 所以美國就在那邊守住 那裡頭就等它來就好了 等它來 那其實美國最厲害的應該是 這個啦 X37B X37B 來 幫我放那個X37B 今天與宋忠平 沒有畫面嗎 不是這個 是曲彥斌 曲老師 歡迎您 X37B會不會開啟太空軍事的大門呢 我覺得 這個不要 我要那個 要不然 你這個讓我動一下好了 那個 讓我動 可以了嗎 OK 好 這個出雲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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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中國很 就是很棄日本 出雲號 可以搭載F35 F35 F35有什麼特色呢 F35 可以攜帶核彈 所以中國就怕了 當這個在下水的時候 3月25下水的時候 中國就在那邊酸 你們日本的門司造這個幹嘛 搞什麼東西啊 你們日本軍國主義要復辟了嗎 這樣 那事實上 日本人很清楚 這個 F35 183 這個 183 183 那 現在已經有第二艘 已經在 在造了 所以日本 未來整軍艦武 他的武器 他要至少 美國要希望他能夠 跟中國 因為日本的責任很重大 北邊他要防俄羅斯 南邊 中間又防這個北韓 那個 南邊要防中國 那 偏偏這個盟國 這個韓國 又偏偏又不喜歡跟日本搞在一起 所以 有時候日本有時候真的 不想管你韓國了啦 你們南北韓自己打吧 我們不管你們了 對 日本是可以這樣搞對不對 可是 這個韓國人 我是搞不清楚 他們的民主性 性格 好 這是美國的 那個 航空母艦 尼米 尼米自己的有十艘啦 好 這個就是 第七艦隊的 航空母艦 喬治華 現在回去 維修了 我在懷疑美國 是不是已經派福特號來了 因為福特號他 有逆中的功能 所以你也不知道他在哪裡 他就在那邊 太平洋 繞來繞去 我們也不知道 他已經下水了 福特號 福特號是屬於 又比這個 上一 高一代的那個 的那個 假設這個是屬於 三代的 航空母艦 尼米自己是三代的 航空母艦的話 中國的瓦梁格號 可能連半代都不算 所以 只要日本的出雲號 就可以把 中國 日本跟美國 他們有做 那個 所謂的 模擬啦 他們沒有把 遼寧號 列在戰力裡面 他只有把導彈 蘇凱 蘇凱三十五跟 薩姆 那幾個列路 其他都不給他列路 還有那個 核潛艇 中國的那個 他用搭載 巨浪二型的 那個導彈 他們的094潛水艇 核潛艇 有算在那個裡面 結果 美日是完勝 他們去做兵推 是完勝 中國毫無招架之力 那個 那個走了 機器艦隊 好 這是神盾級 根據這個 中國解放軍的 上校的一個 不是 說法 這個神盾級 戰鬥系統 是美國的 神盾級的七族艦 這個 他們說 美國 那個美國 那個美國 預計是2017年 才會把他引到日本去 結果 上個例的新聞 有兩艘已經先去日本 很虛惑了 也就是說 跟他們 異估的 還會提前 部署 那這個 部署到日本 是有一個很關鍵 因為這個基本上 美國是不會放在 別的國家去部署的 他只有在自己的 本土 才會去部署 為什麼這次美國 大膽的 丟了兩艘到 日本橫須賀 這個 有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 那個 徵兆就是說 這個事情會提前 甚至於他們認為 美國要處理台灣 列島 從 娟格諸島一直到 南海 列島的這件事情 美國可能要在 歐巴馬任內 就要完成了 歐巴馬任內完成 那 才需要用到這個 因為這個有Link系統 這個Link系統 它的訊號 是跟戰鬥機連結的 我們的Apache 都可以跟它做連結 F16 所以只要是屬於 美規的系統 全部都可以跟它做連結 所以 其實 頭盔的那個事件 Apache事件有沒有 事實上 當然美國當然留一手 就美國 從以前賣我們F5的時候 就開始 就留一手 你們知道 F5 F51 F5F 這種機構的型 飛機 早就有 空中加油的功能 早就有了 所以 它賣給 那個賣給 中華民國的時候 它就把那個 空中加油機全部封死 把你封死 不讓你用 所以其實美國 Apache應該也是 因為美國也要防中國 誰知道你們已經被共產黨化了 事實上 國民黨 也已經被共產黨化了 對不對 那個他們的政藍 所謂的新黨的 都已經被共產黨化了 什麼 所以 根據這樣的一個跡象 我們認為 台灣民政府執政的時間 應該就近了 什麼時候 我不知道 可能 這個又是美國人說了算 美國軍事政府 它有他們的 絕驟 有他們的那個 時程 所以 我們只能這樣 判斷說 非常有可能 連這些東西都已經進來了 這種東西沒事來幹嘛 就好像 你當你在建 在一個工地裡面 當挖土機來要幹嘛 種機械來的時候要幹嘛 就是要挖土嘛 那你沒事 你沒事挖土機來去 你的工地幹嘛 喔 也就是說 我咬用到了 我才要派這種 種莊 進去 否則的話它來幹嘛 好再來 美國在 美國的國會 美國的國會齁 來我們來看這個 台美 這邊講台美斷交 台灣什麼時候跟美國建交過 這是 所以這個錯誤 我讓大家知道 有能力去判斷 台灣從來就不是國家 台灣從來就沒有政府 台灣從來就沒有跟這個世界 既然不是國家 不是政府 還跟人家 建什麼交 所以那個叫胡扯 好 這個姊妹的首例 那這個姊妹是什麼 六丁 六東腰裡 首席吧 就是 阿帕奇那個 第二 跟美國陸軍 二十五 戰空旅 戰鬥航空旅 結尾結尾禮 這個代表什麼 這是一個接管的動作啊 接管的動作 所以 哇 講不到 好啦 報告完畢不能再講了 因為會影響你們吃飯的時間 那今天就講到這個地方 謝謝 謝謝大家